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感谢您充值我们店里的会员 一万元 我以后会尊重你的任何决定 不再干涉你的生活 但是前提 你要向我证明 你能对自己负责 想要完成生活上的自由 首先要完成 经济独立 就这么简单 简不简单 要看结果 你以为我没了你 我就活不下去了吗 那我可把卡收了 你真没憋什么坏招啊 昨天都说了 塑料兄妹情 我肯定要以以为戒啊 那还差不多 不是说了给我自由吗 我不想叫你微信好友 加个微信有这么难吗 不难啊 不难啊 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得尊重我 到哪天我感受到你的诚意了 自然会加你 好 那我等着 我妈呀 季总 这是老虎脱化成小猫咪了 也想喝他们给童话了 我没跟周天说我们的事 我没关系啊 你可别穿妈妈 我们的关系那么见不得人吗 非常见不得人 小妮 你要是敢告诉她 我就把你从小到大缩的求是 全部都告诉她 再把你的预障反给她 看你以后怎么能领导心意 她来了 注意眼镜 天天 早 早 季总也早 你们认识 不认识啊 好 先生 感谢您充值我们店里的会员 一万元 谢谢 天天 老规矩 对 再帮我另外加两份三明治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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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总 没想到 季总也会来这样的小店呀 这不正好开店吗 我过来看看 你工作做完了 可行啊 我已经从运动队和资料馆 还有我爸真层的影像资料中 找到了所有和师兄有关的影像素材 我会尽快找人捡出来 那边你也帮忙盯一下 毕竟这个背景你最熟悉 季总 如果您有一个员工 他找到了重要的影像资料 而且还能帮忙盯着剪片子 您会不会考虑把他的辞职信还给他 辞职信不好说 但是剪不好 我会开了他 天天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